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思索了片刻 只留下了一句遗言 中国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要注意一惊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古人言一惊博大今生 在于他包罗万象 于是难说 不知意不可为将帅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一部涵养福报的典籍 当中的八律是为人成器的名言智礼 读懂这几句话 你的人生越来有福气 受人之辱 不动于色 佛家有句话 受人之辱 无动于色 道成尽矣 南淮锦先生说 一个人能够承载多大的福气 关键在于他能够背负多大的屈辱 有人如你 面不改色 非但不是懦弱 凡是胸襟 胸襟宽厚者 人生自有天地 很多人受不了言语不尽 烧柳不悦就立刻翻脸 一把称火烧了自己的前程 《百玉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乌龟快要渴死了 正巧头顶有大雁飞过 于是就请求道 大雁能否带我飞到油水的池塘里去 大雁见乌龟可怜就同意了 大雁叼着一根树枝 让乌龟闲着 临行前一再叮咛 也会飞上了天空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开口 乌龟点头答应 大雁带着乌龟往南飞 当飞过一片村庄的池塘时 村童看见了天上的乌龟 哈哈大笑 看 那只笨乌龟被大雁捉走了 乌龟觉得受到了侮辱 大怒 我是和他们去找水 不是被捉住的 话还没说完 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摔得粉身碎骨 所谓一念称火起 火烧功德林 生活中很多时候 眼见着就要成功了 往往因为忍受不了之言片语 而功亏一窥 身隐语 应物有言 不为外汉 不以物仪 而后可以认天下之大事 后得载悟 一个连言语都承载不了的人 如何能再得了大福 大多数时候 你感受到的侮辱 其实不值得计较 若无其事 才是最好的报复 战国策 未策有言 无知有德于人也 不可不忘也 一个人做了有恩于别人的事情 不能总放在心上 其国有一年闹旱灾 很多人吃不上饭 有一个叫钱敖的人在路边 准备好饭时 供路过饥饿的人来吃 后来去吃的人 越来越少 吃过的人 非但不说好 反而责难他 这一天 钱敖看到一个饥饿的人 用衣袖蒙着脸 两眼昏昏无神地走过 他左手端着食物 拦住了他 喂 来吃吧 金明抬头看着他 说 正因为不想吃你施舍的食物 我才蒙着脸走开 原来 为了宣扬自己的善行 钱敖四处招摇 说自己给别人免费食物 结果 那些受了施舍的人 更觉得尊严扫地 无处自容 宁愿饿死 也不愿受他的恩惠 华罗庚说 我帮人家 磨及欣赏 真正的善良 是从骨子里表现出来的 不张扬 不作秀 有句话说的好 是比受更有福 施恩 不是把善行当作交易 更不是以善依善 如果每次都记在心上 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老话说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一个心宽的人 就算知道了别人的过失 也不会四处散播 这是一种宽容 也是一种德性 德性好的人 本身就是给自己种了一块福田 相传楚庄王有一次打了胜仗 大宴群臣 另一个许姓宠姬跳舞助兴 忽然一阵急风吹过 把蜡烛都熄灭了 这时 一位将军喝多了酒 趁机拉了许姬的手 拉扯中 许姬扯下那人帽子上的阴带 许姬回到楚庄王面前告状 楚庄王让众人都摘下帽子 继续畅饮 七年后 楚庄王罚政欲险 一名将领主动率领部下开路 反败为胜 战后楚庄王论功行赏 这位战将却辞不受赏 他说七年前 调戏许姬的人就是自己 此番杀敌是为了赎罪 没想到 当年一念宽容 给自己带来一员猛将 救国与危难 汉山大师在省事歌中曾言 修将自己心甜魅 莫把他人过施养 听闻别人是非 闭口不言 是为修养 可少祸端 禅人有过于己 恕而容忍 视为能容 必夺俯安 而那些打着性格直爽 有什么说什么的人 大多不是心直口快 就是心里坏 察觉到别人的狡诈 不要用言与表现的愤怒 多动脑 少动嘴 冷静思考 才能屈服避祸 大学有言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绿 欲而后能得 越是急事 越要冷静 欲是不成口舌之快 保持清醒 不乱方寸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道 他强认他强 清风拂山岗 一个人越容易被激怒 就越容易陷入对方的陷阱 曾国藩年轻做事 心烦气躁得罪了不少人 后来他的恩师唐建先生就送给他一个字 敬 从那时起 曾国藩每逢遇事都要尽私一会 许多为人处事 智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也是由此而得 受人之恩 铭记于心 古希腊有句谚语 忘恩的人落在困难之中 是不能得救的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积水难面 一个商人渡河时落了水 商人求救 我是积水的富商 如果谁救了我 我给一百两金子 有个渔夫路过把他救上了岸 商人却只给了他十两金子 渔夫说 当初你说一百两金子 可现在只给十两 商人全然忘记了渔夫救他的恩情 反倒是算起了钱账来 你一个打鱼的 一天的收入才有多少 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 过了一段时间 商人乘船顺旅梁湖而下 结果船触礁沉没 再一次落水 渔夫看到 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很多人总是习惯去计较失去的 却很少为已经拥有的儿喜悦 有的人 风光后就忘了帮他的人 有的人 成功后就远了陪他的人 李白曾在诗中写道 赶紫嫖母会 亏我非韩才 韩信当年落魄潦倒 饥饿难耐时 将边一类嫖母给他饭吃 很多年后 韩信赠以千金 做人一定要执恩 记住别人的好 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好 六祖谈经上说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 心地发自于一个人的言行 蕴含着人的福气 人活一世 福祸相依 与其羡慕别人的好福气 不如多想想自己是否能承载得起 做好当下的是 善待眼前的人 你的福田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还记得赞了好久零花钱 为你买的球鞋 现在一定很久 颜色泛黄 再不符合今年的绚烂 还记得毕业那天 和朝时 你偷偷站在我身边 那时的你 不懂人生无奈 我也还没学会 叹息和失眠 青春没能 我只要是一顿 就一下子跑远了 有时候站在熟悉的街道中间 往事回忆默默温柔浮现 初恋的情人们 还守在一起吗 或许也和我一样 过别样的人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